王院长 毛院长 各位在场的各位先进大家好 后天是元宵 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再一次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面一切能顺心如意 有人说今年是阳年 阳年要三阳开态 但是呢我想能不能开这个态 有人说今年的阳 你看那个阳脚非常的长 那这个脚这么长呢 彼此就难免会有一些争斗 或者一些意见不一的情形 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秉除 这样的一种可能原来所带给我们 可能今年的一个走势 但是我们要先要三阳和谐 我想唯有三阳和谐 才能三阳开态 因为态是《易经》六十四卦里面最好的一卦 那但是三阳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卦象 能把一个真正展开一个态卦呢 所以呢我觉得唯有三阳和谐才能创造三阳开态 才能真正洋洋得意 那再一个呢 我觉得在我们整个内阁 当然每一位都尽心尽力 但尽心尽力的同时 我觉得必须不仅是垂直的 必须要横向的 能够产生重效的 发挥政府效能效率的这种大有为的作为 我想这才是人民的期待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对人民有利的事 我们都要做 但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是大利 小利呢固然也有做 但是小利不足以成大事啊 所以我们希望既往开来啊 要能展现魄力 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个第四次的工业革命已经展开了 在工业革命4.0智慧型机器人时代已经来临了 所以呢在德国工业4.0 是由机器人物联网自动化产现所构成的智慧工厂 但是我们在这一块 我们到底思考了多少 决定要用多少的力量 实际上我们最近在日本所展现的机器人 还有像Soft Bank 我们这个日本的软体银行 所要发展的一个商用化居家照顾的机器人 实际上也是由鸿海来代工的 但是我们自己的机器人 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展开呢 那人才在哪里呢 这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深思跟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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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